As a part of rebranding, the Netherlands is all set to drop Holland as its nickname. The two names are usually used interchangeably, but from 2020, Holland will officially be removed from all marketing materials and literature. 荷兰政府宣布,自2020年1月起,正式停用荷兰这个叫法,改用正式国名尼德兰。 所有公司、大使馆、外交部及大学等机构都必须使用尼德兰。 因此,2020年东京奥运,就会见到尼德兰代表队,而不是荷兰代表队。 虽然荷兰共有12个省,但荷兰仅仅代表西部的两个省, 也就是阿姆斯特丹所在的北荷兰,以及路特丹和海牙所在的南荷兰。 游客多半涌入着三大城市,见证让荷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荷兰计划是荷兰重塑国际品牌形象的一部分,希望让外界认识荷兰的其他省费,分散观光客人流。 计划预计花费20万欧元,这核心台币约670万元。 不过,根据荷兰贸易纪投资办事处说明,荷兰的中文正式名称将延续自清朝以来的传统,继续称作荷兰。 新唐亚特电视,叶恩杰编译。